週日 印度古吉拉特邦一座懸索橋倒塌 迄今至少有141人喪生 渾濁的河流條件阻礙了救援行動 潛水員在水下努力爭取能見度 這座230米長的英國時代人行天橋曾是當地的熱門旅遊景點 週日晚上倒塌 數百人墜入墨爾比鎮的馬赫湖河 據當地媒體報導 到目前為止已有約177人獲救 災難發生後的第二天 作為救援的一部分 在河上看到了十幾艘橡皮艇 但自週一中午以來 行動幾乎沒有取得進展 這條河的深度從3米到10米不等 還覆蓋著水葫蘆 救援人員表示 最大的問題是水太渾濁 這意味著潛水隊能限度很低 由於這座橋 位於墨爾比市中心 事故發生在黃昏時分 許多人在附近 在災難發生時趕往現場 附近建築工地的工人說 當時是18點30分左右 我們就坐在附近 橋上大約有500人在欣賞風景 但橋突然斷了 女人 孩子和男人都在掙扎 我看到有很多孩子掉進了水裡 所以我和我的同事趕到橋上 試圖拯救被困的人 我們設法拯救了大約20到25人 一個小孩被帶出來時 沒有了呼吸 這座橋因整修而關閉了7個月 直到10月26日 才再次向公眾開放 就在事故發生前幾天